第一局别再开始了 我们看着双方第一回的比赛 你向胡丹呢 我将给观众介绍 以前是练散打的 他这个战利季的技术一定是非常 所以第一回一开始 我肯定先以战利季为主 左右摆拳 你看你看一上来就 这就是武警部队的这个 女拳手的这个特点和作风 是吧 你看左右的直拳摆 所以他肯定知道对方是这个 蒙古拳手摔跤 建厂 所以他必须要用自己的特长控制对方 是我就不给你打击面 我再打战利 对 你看 现在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 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现眼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武身壮阳 年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然 记住微信 574993200 他想组织机构 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已经没机会了 现在胡丹丹完全是已经控制局面了 控制局面 这个女拳王胡丹丹呢 在有一个这个圈里有个初号叫做霹雳锦花呀 在去年的一场女子60公斤级组合当中 她是战胜了法国的拳王 叫做维多利亚 这是一个上棋位的技术 这是现在胡丹丹占绝对的优势 这是骑在对方的这个身下 对 对手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了一点 这个时候可以用拳走 走 可以打 这又是多明显 现在你看到 男的哥马只有招架 无法还手 无法还手 因为他这个 骑的位置非常非常舒服 非常好 而且明显的不单单力量非常大 根本就不可以 压在身上 压在身上 这种情况之下 估计在马的哥马要求饶了 你看 所有的钱 打不开心了 谁这时候胡丹丹 不会我们说 就是说那个安保 这种其他的一种 反观点的技术 那我只有这样打你 如果像这么好的 肯定位的技术 我可以完全用安保的技术 然后我控制腿 然后我手一拉 就几乎战斗了 他没有 你再来看这个蒙古选手 完全是要保护自己了 你看 这个典型的 我就十里面强 不管是我的这个 上肢力量 包括我的腿部力量 都比你强 没办法 就是看这个胡丹丹 优势或少 我不计是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了 比赛就结束了 对对对 就是看明显 你看呢 马的哥马 没有用一个反手的 时间和力量 我来看看 让我们解放 是… 是…